我們再建一個專案 再建一個專案 再建一個新的 這時候我建的我就直接叫hello就好 我建一個叫hello的專案 然後這個hello test 剛剛有同學是這樣子 他直接建了專案 就是沒有加license也沒有加gitignore 這是不建議啦 因為最好有授權 沒有授權的話也是可以 但是你畫面會長得不太一樣 就會長這個樣子 你畫面長這個樣子 然後剛才我覺得是我要把這個改掉 不是 這才是你的網址 那git不是一個全部在網頁上面操控的軟體 github也不是 它是要你用命令列去操控的 所以呢 你這時候你還是得把你這個開起來 把命令列開起來 然後呢 我先 先回到我自己的 那個站裡面 我再建一個好了 好 如果我現在 如果我現在 macdir一個github 好 那我是不是下面就多了一個github的資料夾 對我 我為了 因為剛剛那個資料夾有點太亂 我先把它改到這裡來 現在這個是空的 對不對 現在這個資料夾是空的 因為我ls下來空的 沒有東西 好 那這時候呢 我就在這裡 我把這個東西複製一下 然後呢 我用git clone 好 然後呢 剛剛這個網址 這樣子我打下去的時候呢 他會說 你好像創建了一個空的專案 但是沒有關係 空的專案只是沒有檔案而已 他是有專案只是沒有檔案 我現在進去之後 我ls 空的 只是這樣而已 那我要怎麼樣子才能讓它裡面有東西呢 我一樣我必須要把東西給call進去 好 那我如果今天把這兩個東西扣進去 好 我把這兩個拷貝 然後呢 放到剛剛的那個資料夾在這裡 我把它放到這裡貼上去 好 貼完了之後呢 我用git git push 好 還沒還沒 這個太快 要先git add add a 就全部加進去 接下來呢 git push 還沒還沒 太快 commit add是加到 讓他知道有這個檔案存在而已 然後 commit呢 是說我要讓他呢 建立這一個版本 建立版本 好 那我就叫做 init 也就是initialize 那你看到他兩個檔案已經加入管理 把你的檔案納入管理 commit 納入本地的管理 接下來呢 你看到的也就只是這兩個檔案 其實他裡面有一個隱藏資料夾 你是看不到的 那如果你把隱藏資料夾檢視的話就會看得到 裡面他其實已經納入版本管理 那我現在呢 在git push origin master master就是指我現在的這個主板 這個主板 那我把它push上去之後 那你就會看到 OK 我現在已經上去了 已經上去了 你再重新整理一下你的網頁就看到他了 那這個版本 你如果點進去 你會看到他是原始碼的方式呈現 原始碼的方式呈現 好 那 問題是 我剛剛的這一個 是直接變成網站的方式呈現 那我要怎麼做到這個呢 我要做到這個方法就是 我 Github 規定 如果你版本是放在GH page 這一個版本底下 Master是主板嘛 但是 GH page 這個版本是架網頁的版本 GH pages 那我現在就把它 創造一個GH pages的版本 我用git branch git branch gh pages OK 這時候他會創造一個新的 GH pages這個版本 然後呢 我接下來 git check out gh pages 那這時候呢 他會切換到 GH pages這個版本 那我可以用 git status來看一下 目前是不是已經在GH pages版本 他說 Hour on branch gh pages 確定他已經在GH pages版本 那 我現在呢 就做這件事情 呃 好 好 那我把它push過去 好 那現在呢 他已經放到GH pages版本 這時候你在這邊看 你重新整理一下 你會看到他有兩個版本 一個叫Master 一個叫GH pages 兩個版本都是一樣的 好 那這時候呢 就代表說 OK你的專案應該已經上去 而且網頁版也存在 那這時候你要看的時候 第一個 你要打你的專案名稱 OK 這個網址喔 的 規格是這樣 你的帳號 然後呢 後面是github.io 接下來是你的專案名稱 接下來是檔案的路徑 好 OK 這樣子檔案群 有看到了 所以你已經可以用他來駕站 OK 這樣子 我剛剛在做的這個流程 就比較完整 好 那 各位待會試的時候 就照這個流程 來 那我一樣 我把 剛剛的操作 我用history 列出來 我把剛剛補上去的 從頭開始的這一個 我看 應該是從這裡開始 這裡 你要先在github的創專案碼 創完之後 我所做的動作是這些 這邊 那我把它拷貝一下 放到社團的網站裡 這邊 那你如果待會忘記了 你可以參考 好 就 就 比較 比較不會忘記 好 OK 那就請各位 試著創建你第一個github專案 而且 丟 至少一個html 上去 而且 要放到ghpage版本上面 讓自己可以在線上 直接看那個網頁 好 好 謝謝 好 我